抱著副市長痛哭失聲的女子 她的姐姐就是在火場中上身的大媳婦 一把火帶走她的姐姐 還有剛出生不久的小侄女 她情緒潰提 副市長沈慧鴻到臨堂慰問死者家屬 抱著她安撫她的情緒 但家屬最想問的是這個 曾家大媳婦的妹妹不停痛哭 質問說會判她行嗎 外界也關心這起案件 縱火的誠信嫌犯會有什麼下場 而這一把火跟六年前 發生在桃園龍潭案件很相似 翁仁賢疑似跟家人感情不睦 吵架後奮而縱火 她已經在2020年槍決伏法 巧的是兩名嫌犯都是學汽車修理 翁仁賢在伏法之前 出庭時還比出不雅手勢 態度囂張沒有悔意 而誠信嫌犯縱火後也是冷血旁觀 彎如她的翻版 最後是否會一樣被判死刑 也引起各界關注 東森新聞在新竹的採訪報導 想要全天候24小時收看新闻直播 敬請關注東森新聞官網 也可以手機下載東森新聞APP 讓你掌握新聞訊息 快速又便利 敬請關注東森新聞 敬請關注東森新聞